大家好 我們是 S&M 我是方法 我是一關 有沒有聽過 羅馬競技生死鬥 有 它是最近年輕人之間很流行的一種 另類的競技遊戲 遊戲真的超級紅 已經在台灣意外掀起了一波決鬥風潮 它不就是現代的羅馬競技場的決鬥嗎 對啦 不過就是模仿以前角鬥式的對決而已 但是不只是只有中古歐洲有這種競技喔 古早的東亞在重要的節慶時候也有這種競技項目 而且還是會頭破血流的那種 哇那台灣也有嗎 有 叫做實戰 在清明年間時 相傳只要每年的清明節到端午節的期間 舉辦一種名為實戰的競技活動 就可以在這一年剩下來的日子裡防止瘟疫的發生 通常是以春落為單位 大家用石頭互相丟紙對戰 國定殺戮日啊 當時的人相信只要能夠佔著頭破血流 再用端午節時的任何一種植物來治療 就能夠破除百病 嗯...真的嗎? 其實這個說法也是多少有根據的 畢竟我們說運動強生嘛 流一流汗就能讓身體好一點 也不是不可能的哦 但是總不可能就是某一天突然就 哇就實戰就打起來了嘛 實戰的起源呢 其實更重要的代表一種競技 嗯... 端午節呢 接近夏至 而古時候的人對於夏至的理解就是 陰陽相爭 生死交界之時 透過競技來模擬這個陰陽 與生死交替的樣貌 就能破除對於看不見的陰的恐懼 哦... 所以像華龍舟啊 也是這樣的作用 嗯... 像是瑞典的縱夏季 也會舉辦法河 作用也非常相似 哦... 所以是一種地方性的巫術活動 後來就有人發現 自己在實戰之中流流汗 整個人精神居然都變好了 考試都考一百多 穿著附會之下呢 就多了能夠去除百病的功能 哦... 時間點也蠻合適的 還有一個方面是因為他們相信 陰陽新衰會影響農作物與牲畜的生長 所以呢 只要一沒有舉辦 人們就會覺得 渾身不對勁 哪一種玩的 今天不會發大財的這種感覺 實戰的歷史悠久 在一千年前的東亞的新年元宵 跟端午節就有這個活動了 在中國、台灣、韓國、日本 都有文獻記載這個活動 有些地方不只是丟石頭 還會拿刀出來 欸? 小禮肥刀 嗯... 大概是因為太危險了 所以呢 像四川就改丟粒子 小禮肥刀 呃...沒事 至於台灣的實戰呢 除了去除百病之外 還有一部分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分類瀉鬥的延伸 嗯... 記得以前歷史課本教過什麼 張全拼啊 明月鬥吧 有那麼一點點印象 嗯... 後來呢 就變成是戰勝的一方 可以把戰敗的一方抓住了 脫褲子 當眾羞辱 還可以到戰敗的一方的村莊去搶劫 不是說好強健身體嗎? 實戰在台灣的中南部 有為盛行 特別是嘉義跟屏東 參加的人數都是上千人以上 嗯...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 金門的古寧頭 古寧頭那邊有 南山和北山兩個村子 他們會從 每年的清明節 一路打到端午節 被石頭弄受傷的人呢 不用治療 直接跑到海邊用海水洗傷口 然後抓一把土 放在傷口上止血 並且繼續參戰 等到端午節過後 兩邊下田工作的時候 又互相打招呼 好像沒事一樣 哇...戰鬥民族啊就是 難怪古寧頭戰役會... 當地居民都是用這種高強度的訓練 不過我才不相信 怎麼摩摩泥巴就可以去除百命 大概是古寧頭的人本來身體就比較強健吧 那為什麼現在端午節都只有包凍子啊 還說啊 好像很少聽到 就是說有這個... 實戰的這個事情 這個就要追溯到日治時期了 當時的日本人呢 也覺得這個實戰是一種肉食 但是呢 如果不舉辦實戰 這個台灣的民眾又會覺得說 會有瘟疫發生 所以日本人就想 啊...是真一隻眼閉一隻眼 算了 所以... 講那麼多到底為什麼不辦 就是因為有一年呢 有一個打輸的人呢 跑去破壞贏家的房子 那個贏家當然就... 不爽啦 我都贏了你還來破壞房子 所以呢就把槍拿出來給他 砰砰 原來是一個乃哥的部分 説不起 總之呢 日本人就... 之後就下令禁止這個實戰 改就以運動會或是路跑的方式來代替 現在有些地方呢 會在端午節的時候 讓民眾可以體驗以前的那種 實戰的習俗 所以又開始重新舉辦了 不過因為安全起見 所以用沙包或是水球來代替 哦...用丟水球代替石頭好像不錯 嗯...搞不好很多不合十一的肉食 只要改一個方式 就可以讓這些文化 用比較有創意的方式來呈現 並傳承下來 像是用線上點香拜拜 或者是用聲光秀來代替煙火 那...我可以用那個虛擬女友代替真正的女友嗎 好啦 準備開始了嗎 好...來吧 打角... 打角1分1分2分二分 1分3分 又會打到腳 oh...還會打到腳 沒有 可以說太大了 爽不算 打中武器守一分 才有給你時間思考啊 哇獲勝